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先把挖到的矿物放进熔炼炉里烧一烧 然后再拿出我买的小彩旗放在这里装饰一下 哇哦 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嘛 然后再看看我还有什么装饰品 哎 这里还有贴花的宫灯 把这个红色的香薰宫灯放在下面 黄色的中式宫灯放在上面 哇塞 好看好看 看起来好喜庆啊 最后再柱子上贴上春花 嘿嘿 看起来更喜庆了 但是怎么有一种夫妻对拜送入灯房的感觉呢 嘿嘿 呃 再看看我的箱子里还有什么 哎 小恶魔蛋 这个是啥呀 好像是上次小粉丝们送给我的 难道可以召唤出小恶魔 嘿嘿 赶紧试一下 我这 哇 真的是一只小恶魔哎 红红的 小小的 还拿着一只叉子 呃 不过这眼皮 这怎么就跟没吃醒一样呢 它好像是可以用周年生日蛋糕来驯服 啊 我来试一下 哎 你咋不吃呢 难道是需要像薰猛龙一样 达到的逃跑才行吗 哎呀 但是就这一个也不够啊 只能再去商人那里再买一些了 哎呀 我的小星星啊 小恶魔 我来了 今天我们来追死战吧 啊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玩 啊 那可不行 你可别死 我就这么一个恶魔蛋 你要是死了我驯服谁去啊 哎呀 好疼啊 好疼 我服了 我服了 哎 这么快要服了吗 这没啥挑战是吗 哈哈 好吧 好吧 来给你吃蛋糕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哎 驯服完以后 居然还叼了一个奶嘴 哎 我的天呀 这个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我把剩下的蛋糕 都给你放在地上 你想吃的话就多吃一点吧 以后你就跟着我 哎嘿嘿 不过就是不知道 你的战斗力怎么样 小伙伴们 你们训养过小恶魔吗 他会不会帮我打怪兽呢 嘿嘿 快快下方留言告诉我呀 迷你世界渔动桃园转每日更新呢 喜欢的时候记得点上关注啊 爱你们我打